再吃两口 这阵容让对方制裁的效果最大化吗 我感觉 他没有 如果我们前期是优势的话 回血阵容 很难打的 你不要说 回血对面制裁那就怎么样 不相干 你懂我意思吗 就算对面出了制裁 我们这边一手谈谈乐 加上这个陈小金 如果发育好的话 你前期没压下来就绝对爆炸了 来了 对不对 你看 我们的前期一旦有优势 他们就很难打 我这个二斤都没丢好 走位 再拉走位 他一手谈谈乐 阿柯进场啊 他死了 反追这边 阿柯你去哪了阿柯 阿柯 OK 是不是 我跟你讲 这个蔡文基啊 他真的不是很怕制裁那个东西 他那个就是 太凶了 什么意思呢 他那个谈谈乐太厉害了 你懂我意思吧 他让别人畏惧的是他那一首谈 很恐怖 对不起 我打了个嗨 我怎么可以 对着麦克风 打个嗝呢 你们不会不爱我了吧 怎么讲 不会吧 那挺好的 那既然这样 大家都这么熟了 也许我直播的时候放个屁 你也不会 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吧 是这个意思吧 朋友们 Double Kill 青秋集合 去下路抓一波 不急 发起进攻 鱼之一战 他死了呀 完了 他刚好四级了 这个人怎么这么巧啊 我让你跳 哎呀 你这个人真的是好稳啊 可以 他这个抢得好 OK 但是 你不我中路兵线 你到底怎么想 我不可以漏我的兵呢 每个兵都是一个人头啊 买个吸血树 这一波就稳了呀 什么意思 OK 压制 他们应该不然是守了 守了肯定要死了 应该没想法 说要打暴军 我觉得问题不大 暴军一打 我们这盘直接赢了呀 他们呢 没有办法了 他出制裁都压不下来 这个就 我怎么一说话 就奶了队友一口 他能别死 嗯 等一下等一下 嗯 还是不急 等我拿个篮 疯狂拿篮 问题不大 拿完篮 顺道 顺道刷个野 再去中路 嗯 哎 我 哇 这还好有进化 哎呀 真的是痛 嗯 来了 来了 都死了呀 你说这个谈是不是 真的很恶心 他两个人站一起 根本就没法玩 你感受到了吗 这个蔡文基真的厉害的点是 那他那个 虽然一三技能都很厉害 他但他最主要还是那个 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 他那个控制时间太长了 你几乎如果你一个队伍是全部都战士的话 就比如说对面有四个前排 四个前排 你选一手蔡文基包赢 因为他那四个人很容易站在一起 一站在一起 他一个二技能 后面把整个队伍控个两三秒 好吧 你知道那个蔡文基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他不是说两个人站在一起 就是站在一起 那个控制很恶心 他最恐怖的是 别人站的那个距离 怎么说呢 是刚好 就是 就是那种 有一个声位的距离 因为他那个弹的次数 他不是说时段性的 他是弹几次 别人刚好就站那个距离 左一下右一下 左一下右一下 是吧 这个人就会了 他直接对着那个兵丢一下 是吧 直接对着兵线丢过去 然后弹到别人英雄身上 然后他就跟那个兵来回弹来回弹 控好久 你懂我意思吧 看到没 我刚好他每次勾我的时候 都有进化 所以他也很无奈 下路抓一波 游戏结束了 对吧 已经打完了呀 直接做输出吧 来个兵心 我已经各种不怕死了呀 他往这边 他怎么回去了 可爱 可以的 妖蝉你去干什么 我去干什么了 我没干什么 我在杀人 忍输了 这局发视频 这局有什么好发的 碾压了呀 前夕蔡文基跟着我 去抓了一波 他们上路打磨 他们彻底崩盘了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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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